字幕視頻 李宗盛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軍文學英語 我是 Lavender 我有一個朋友很熱情的 要帶一位外國朋友去餐廳 吃好吃的蛋糕 我朋友就對外國朋友說 Let's go to the restroom to eat strawberry cake 外国朋友吓了一跳 居然要带他去洗手间吃蛋糕 后来才发现是我朋友把餐厅restaurant 念成洗手间restaurant 是不是误会大了啊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发音的重要性哦 好的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教学吧 今天介绍的是一则温馨的新闻 美国陆军第88步兵师在二战尾声解救意大利围情查试 并于1945年4月28日正式把该事还给市民 然而地面部队却拿走某样东西 13岁女孩米恩的生日蛋糕 77年后美国陆军送给米恩替代蛋糕 庆祝他90岁生日 The army's 88 infantry division liberated the Italian city of Vicenza during the winning days of World War II officially returning the city to its people on April 28th 1945 Trips on the ground however also took something away a three-year-old girl's birthday cake 这里介绍几个单字 首先是infantry 名词有步兵的意思 例如传统的light infantry轻步兵 heavy infantry重步兵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进入人战时代 再到了现代 有了mechanoid infantry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机械化步兵 接着介绍的是liberate 这里要先由他的名词liberty说起 有自由的意思 所以动词liberate有使自由解救的意思 而liberate最常搭配from这个介细词 有从哪里拯救出来的意思 例如 aliberate the people from a dictator 盟军把人民从独裁者手中解救出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别忘了按赞订阅追踪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